这期视频大家要了解一下旅游经济的复苏,旅游消费涨价有多恐怖 新年春节全部开放,大家可能都出现了报复性的旅游 各大的旅游城市人满为患,人多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 但是大家也都在网上听说三亚某某某酒店房价几十万一万 但是对于涨价具体涨了多少钱,大家可能都没有一个概念 而我去海南岛时间正好就经历了全面开放 可以说是第一批开放来海南岛的游客 当然我上岛的时候还没有开放 我记着我是在乐冬玩的时候看到全面解封的消息 当时我还是有点恍惚的,但是好在我是很幸运 虽说我是第一批来的游客 但那个时间游玩的房价和物价都没有上涨 因为这个时间段还没有到寒假这个假期 所以价格也就没有涨上来 虽说疫情开放,但是游客还是不多 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家就知道涨了到底多少钱 我在大东海住的民宿,我12月份入住的时候是80块一天 直到我昨天又去看了一下这个房间 现在的价格已经从80变到800了 翻了10倍,翻了10倍并不是很要紧 主要的是10倍还是没有房间 我记得我住的这家民宿当时最贵的房型是178亿万 如今这个房价已经涨到1000多了 我当时还在跟人家说,来到三亚住民宿比星级酒店更便宜 实在抱歉,这句话有点不太严谨了 价格也没有便宜多少 说这实在话,这个价格淡季的时候能住星级酒店 其实不光三亚,我住在马岭的那家民宿也同样涨了五六倍的价格 但好在是我并没有赶上第一波涨价的热潮 我就回到了北海 本身呢,我以为北海是一片净土 但是没想到今年比去年的人多了一倍都不止 我大年29的时候去菜市场买年货 去年的时候车费还很多,非常好听车 但反观今年,连马路上都已经停满了车 放眼望去呢,也全都是外地拍照 但好在一点是,北海的房价并没有涨得很离谱 可能是因为跟气候有关系吧 北海并不是很亮眼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住在这个小区连入住率30都没有 今年呢,我觉得50都不止 反正直观就是我这一层三家都住满了人 我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算早 就我和一个邻居 而且一动也没有几个人 电梯也随时为我待命 这几天我下楼都要等电梯了,你敢信 说句实在话,还有点不太适应 我就发现了 不光是几个冬天热门的旅游城市比较火 而是哪里的人都不少 我之前跟他们推荐过 大家不想凑热闹就去大理丽江那边玩一玩 谁承想,他里的人也是急到爆炸 西双板那这些地方就更不用讲了 昨天我有朋友在那里过年给我发视频 曾经五六十块钱的房间 如今也都要一千起步 也是高盘不起了 可以这么说吧 春节这个时候你在这里玩一天的费用 等过完年,你可以在这里玩十天 都不开玩笑 我觉得呢,过完初期 大家就可以搓风出行了 谢谢大家